就是女生其实现在觉得不见父母 因为她有一个标准 她认为见父母是结婚的 她不见父母 这些给我就是没有安全感 她还喜欢就是 她每一周 周六就跟她朋友出去喝酒 那我一周七天 六天都在上课 六天都在忙 而且是从每天早上 每个星期都要聚 哪有那么多聚的 那我一天就一天 又是男男女女 而且我跟你讲 他们舞蹈师不是还有那些男舞伴吗 他们就会一起去喝酒去玩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我一周就一天休息 你不觉得我就应该放松一下吗 你不能去做一些其他的吗 我去登山吗 我去干嘛 我去养老啊 说起喝酒我还记得 就是我刚跟她认识的时候 不是在酒局上吗 第二天我就带她 见了我的朋友 还有闺蜜他们 然后我们在一起喝酒 她喝着喝着 她一个人坐在旁边 沙发上直接睡着了 她也不管我们 你不觉得你这样不尊重人 那我酒量不行啊 我觉得你当时那样做 就是你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酒量有大小 人去了就是放在眼里了 她喝多了就睡会儿嘛 这很正常 男医生当时说了 这个是女生 没有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你觉得这男孩 给了你足够的安全感吗 女生 他也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我在他手机上也发现了 和别的女生的亲密合照呀 我的是工作照 他不是模特吗 他会跟一些女生 对 人家拍很正常啊 不正常 那些照片很亲密 可以让大家伙来瞧一瞧 就这种 你觉得能受得了吗 而且是放在手机的 个人收藏里 我这个照片是因为 有时候模特会拍一些婚样 就是有些客户就是婚纱店 他们要看那个样片啊 那可能就是会有这种 反正她工作嘛 这个确实也没办法 对 但我跟这些女的 就是没有联系 但是她主要是拍了这些照片 还是她自己主动发给我看的 她还问我她帅不帅 明明是你自己要问我 今天干什么去了 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她说 那你做了个事情有照片吗 我看一下 然后我就发给她看 我觉得有些照片 确实从一些角度啊 拍摄我觉得很好看啊 然后我就发给她看了 我就问她帅不帅 结果她关注的点 就不是我这张脸 她关注的是我跟别的模特 怎么怎么样 那你一开始 我跟你认识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做这一行 一开始就不说 那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有这些照片 那你还有男舞伴的 那男舞伴的还要搂腰啊 比我这还亲密鞋了 怎么讲 我都没 那老邝 那是跳舞很正常的呀 跳舞 行了 我们听明白了一个关于现任的事 我们放一边啊 还有别的问题吗 他好爱唠叨 就上次他来成都找我 我就说我去机场接他 结果就是 我就去晚了十分钟吧 十分钟他一出机场 十分钟 你那起码有半个小时 我算着也就十分钟 你算着有十分钟 我几点下机的你呢 那不知道吗 我行程表没有发给你吗 因为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 他来长沙嘛 我是比较注重一个仪式感的男生嘛 我就买了一束很大的鲜花 在那个出口那里等着他来 我到成都去找他的时候 他就说我也要给你一点仪式感 他说我过来接我啊 然后第一次我等他半个小时 第二次我差不多又等了他半个小时 因为他不准点他使用我啰嗦 为什么我会这么啰嗦 但是我觉得我不准点就不准点 我就晚了十分钟 结果他就从坐地铁的那一刻 就开始唠叨 好大声地在地铁上就大声给我讲话 我就问一个问题吧 你想他去成都看你吗 我想啊 你有思念成何吗 估计没有 他玩疯了 一有空就去玩 这就是我说的男生的心理 他是这么一个心理落差 我想象的是我下飞机的那一刻 都奔绕了你的怀里 我想象就是你在那儿等着我呢 怎么你还迟到了 对啊 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 那你还不来 你过来干什么 我说了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家在哪里 但是就是因为就这么一点小时 你觉得你有必要就是说 我说了 把我说得那么难 就在地铁上那么多人 一而在二而三的这样子好不好 啊